另外有一个告诉大家 此中回体以医变者 特别是以口用力尝诵 以谈定设 要观想 宝珠头上面有一个 要观想成为蓝色的也可以 蓝色的蜂蜜 然后用金刚钩勾住 这时候你两手握固印 往上挤 它也能够提起来 也能够提起来 也能够提 提起来 我以前是这样子 长后两声 后 后 短后十声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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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声 头往上凉 这个后字 就把它提起来 把那个 明点 要留出去的明点 往里面 往上提起来 其实以前 一般人 在做这个 在 我讲一般人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也不希望说 这个 很早 他就 就露出来 但是呢 我们看报纸上 有写到 这个 十个男的 十个男的 九个枣蟹 十个男的 九个枣蟹 很可怕 十个男的 有九个 会 很快就会漏掉 如同什么呢 如同 邮差送信 邮差送信 是怎么样 以前的邮差 在送信 是这样子 以前 台湾的 邮差送信 我不讲美国的 美国是开车子的 台湾那以前 邮差送信 是这样子 骑着脚踏车 带着很多信件 骑到你家门口 就把信这样 就一丢 就丢到门口 他就 骑着就跑 我告诉你 很多男生 是这样子 到那门口 这样一丢 他就跑 他就做什么 洗洗澡 穿衣服 就准备走了 很可怕的 十个男的 有九个 有人跟 这个 丽雅 丽雅 当然 现在 今天我们有看到她 西雅图的丽雅 餐馆 她在餐馆里面 做事 丽雅 丽雅有讲过一句话 十个男的九个早穴 没这回事 为什么 因为十个男的十个早穴 丽雅就这样子讲 那是她的经验 我们怎么知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客气 清采公公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这个报纸上我们都看了 十难九些 你这个功夫不念 哪里来的坚固 你功夫没有修成 你哪里来的不漏 所以这个功夫一定要修成 已经跟你讲了 这个对男 男士都有用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以前我记得好像 我有一个协长告诉我 那时候我还没有学密法 他告诉我 很简单 不用找协 为什么 他说把目标转移 目标转移说 你一直在专注在 在做这个事情上面 不好 你把目标转移 眼睛看着灯 眼睛看着灯 把精神集中在灯上 就是转移 或者刚好 你床前有一盆花 Beddo的旁边有一盆花 你就把眼睛看着那一个花 想着花的美丽就好 就转移了 他是转移可以延长时间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但是也不能说无漏 但是密教行者 密行尊者 你到了这个无上密布的时候 你一定要变成坚固的无漏行者 就是靠这个 一个是长哄 一个是短哄 把它提起来 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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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声 平时就要这样子念的 平时就是要这样子念 念到最后你坚固了 你看 这个 刚刚跟大家讲 你当你坚固了以后 这些就可以不用 他自然他就是坚固了 他不会露出去的 这些些人 然后就讲 小语 材料 都听到最后 的 ider